大家好,歡迎收看榮眼啟晨週,我是明欣 10月2日,在湖北武漢歡樂谷門口 有位大媽追著一位年輕人打 一邊打一邊鬧,為什麼搶我的生意? 年輕人一邊舖頭閃避,一邊叫做什麼?你幹嘛打我? 原來年輕人一位不滿大媽在歡樂谷門口賣一次性雨衣 進價幾毫子,卻賣二三十元的高價 於是自己網購了一包一次性雨衣來到歡樂谷門口低價售賣 年輕人賣的雨衣進價六元,售價十元 因為比大媽買得便宜,而且質量更好,生意火爆,結果被大媽追著打 大媽的邏輯就是,在我的地盤,我作主,我不讓你買,你就不可以買 山西太原,一名帶著紅袖章的大媽不讓附近的殘疾人擺檔 並哭打哭殺地說,我的地盤我作主 沒有營業執照,沒有暫住證,沒有維生許可證,什麼證件都沒有 十元的一個冰糖葫蘆,不讓賣,任何人都不行 我的地盤我作主,我就是不允許他賣,就算是你爸、你媽來到這邊都不行 那大媽有什麼資格驅趕小販呢?她說她在執法 警察問她紅袖章是哪裡來的?她說是部隊給她的,警察說執法有城管 大媽依然強調這是她的地盤,殘疾人都不可以在這裡擺檔 有網友感嘆說,中國的地盤都變成個人的了,都成包了,中國的地盤都被成包了 中國的大媽們從來都是不講道理的,如果他們守規矩,世界就會清淨很多 一位見慣大場面的大媽對於來來往往的車輛是若無睹 淡淡定定地闖紅燈過馬路 一架黑色車輛為了閃避大媽,撞到了紅綠燈的燈柱 為了小行幾步路,大媽決定攬過馬路中間的欄杆 艱難地爬上欄杆,誰知下來的時候,條裙被欄杆勾住了 大媽倒掛在欄杆上,逢來逢去,十分搞笑 這位大媽就更加厲害,要過馬路但又不想走斑馬線 就算有欄杆擋住又怎樣,直接廢了她走自己的路 這位大媽幫自己的家人霸車位 一位女司機過來想叫她讓開,大媽就是不讓 女司機只好叫警察過來,大媽坐在地上發困窄 並且又哭又哭,警察見她不肯離開,就對她使用催淚噴霧 大媽就哭得更厲害,二日子不知道是因為不肯讓車位而哭 還是被催淚噴霧刺激到哭了,最終大媽被交警拖離了車位 有位大媽乘巴士到了終點站,還是不肯下車 司機多次催她下車,就是不下車 司機說,到站了,下車吧 女子說,我不下,我不想下 司機說,你為什麼不想下,都到站了 又關你什麼事? 司機說,你在車上不關我事,那關誰事? 女子說,那你想怎樣? 司機說,我們到站就要下班了 女子說,你要下班就下,我就不下 司機說,我也要下班的 那你坐在車裡面做什麼? 人家下車你不下車,是不是想偷車裡面的東西? 女子說,你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值得我偷? 那你給我偷好了 司機說,你是什麼水啊,我給你偷? 到站了,我叫你下去 女子說,你理得我做什麼,你什麼了? 司機說,我就是個駕駛員,就是普通人 女子說,我就是不下車 司機說,都不知道這個人是不是黏了種子 大媽們不說道理很常見 但有時候他們不單不說道理,甚至連常識都沒有 一位大媽騎著電單車,是一輛大貨車旁邊等紅燈 教徑好心提醒距離大貨車遠一點 大車轉過來會很危險的 你看你停在這邊,大車就會硬到你的腳了 陣後一些,這輛車很長,轉彎有半徑,不要那麼心急 但大媽就是不聽,紅燈結束馬上跟著大車轉彎 教徑跟在後面喊,哎哎 短短短大媽就被大車騎著踏了落地 教徑立即叫貨車退後一些,方便她把大媽拖出來 人沒事吧?你看我剛才也跟你說了 網友錦嘆說,大媽們果然夜晚,他們就是藐視一切 不過有時藐視一切的結果都是需要自己來承擔的 講起中國大媽怎麼少得廣場帽? 一位大媽已經將他們的帽跳遍了世界各地 10月3日,重慶機場,一群正在等著相機的大媽 將他們自以為十分優美的廣場帽帶到機場休息廳 在旅客眾多的機場休息區,他們打開了音響 伴隨著吵到擦天的音樂,很淡定地跳起了廣場帽 旁邊等相機的乘客不堪其擾,忍無可忍去找機場的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勸了後,大媽們依然不為所動,依然跳得慶高采練 一位工作人員說,我們是沒有執法權的,只能在旁邊勸他們 希望他們不要發出太大的聲音,這都是為了給其他旅客提供一個比較安靜的環境 網友無奈地說,不得不佩服這些大媽,不知道他們跳舞要跳到何時? 大家見過這樣跳舞的嗎?在交通最繁忙的路口,霸著馬路口 跳得十分投入,兩邊的車輛都無法通過,造成交通阻失 一班素手農資的大媽,穿著青一色的長裙,擔著表演用的紙傘 步態優雅地橫穿馬路,旁若無人,就好像他們不是身處大馬路車輛往來之處 而是在聚光燈下的舞台上,盡情表演他們行天橋的優美姿態 造成交通阻失,校警都只能跑步向前去疏道 中國第二大媽的曼環,絕對會令你大開眼界 首先,鵝詐人的本事是世界第一 真是慢慢沒想到都已經是2024年了,南京再次出現了 不是你撞鏡你為何要去扶的現象 一位南京的年輕人楊范,騎行時發現一位醉酒的大爺摹 他看大爺就要被車硬到頭,走了過去想把大爺扶到一邊 其實周圍也有不少人,都沒打算扶他,楊范去扶大爺 問他家人的電話叫他們快點過來 沒想到大爺直接說,剛才是你撞到我的,是不是? 當時楊范也覺得無話可說,立即否認 周圍的人都可以證明不是楊范撞的,是大爺自己摸下的 之後,警警都來了,調查後都確定老人家是自己醉酒摸親的 沒想到老人家的兒子都來了,不說道理 不分青紅做白地說是年輕人楊范撞的,要他賠錢 幸好有監控、影片和證人都證明了楊范的青白 事想一下,如果沒有監控、影片和證人,楊范是否真的被人冥鬱呢? 難怪現在的人都這麼冷漠,做好事反而被討詐 多少好心的人因此傾家蕩產 那扶了老人會被討詐,如果不扶的話呢? 都是會被討詐,這是一個怎樣的社會呢? 雷子說,剛剛我過馬路時,他跌落地,他們不讓我走 男子說,你說我碰撐你,我絕對沒有碰撐你 大媽說,我這個手額一千多元跌碎了,這裡都傷了 你看我的傷,我起不到身了,不能動 原來這位大爺騎電單車載著大媽,意外地踏了落地 隨後攔住在一邊路過的女大學生,要求她賠償一千元作為醫藥費 你又是對方看見她踏低,卻沒有上前扶她起來 女大學生看著這兩位不講道理的老人家,一時間欲哭無慮 只好選擇報警處理 女仔說,她在當地的一間大學讀書 事發當日她剛剛落堂,準備行路回家 但在經過一個路口時,發現一位騎著電單車的大爺 後面還載著一位大媽 由於大爺騎電單車的速度很快 為了防止發生碰撞,就停下來,打算等大爺通過後再走 由於騎行速度太快,隨著電單車倒地 大爺和大媽都重重地踏了落地 豪心的女仔看到這一幕都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沒想到被大爺抓住了她的手臂 聲稱自己是因為閃避小羊才會踏落地 大媽還受了重傷,所以小羊必須賠償她們 網友評論說,如今這個國家就連做個好人都這麼艱難 看見老人家摔倒,去扶的話要賠錢 不扶都要賠錢,不扶要一千元 如果扶了就真的傾家蕩產了 於是這個社會就變成這樣 一個個攤在街頭上的人,再都沒有人敢過敏 旁邊的人匆匆而過,無視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如今只是剩下冷漠,貪婪與自私 網友說,是甚麼令大家變成這樣呢? 是中國人天生冷漠嗎? 不是,是因為扶不起,真是扶不起 就連法官都說了,不是你撞的,你為何要去苦? 我們都不敢冒險地去幫一個陌生人 而去賭上自己的前程,連累自己的家人 我們都不敢冒險 被愛的是,在中國這樣的社會環境 不但老人會討債人,連年輕人都學會了討債 一名男子撿到了一部17歲女子的手機,好心去歸還 卻搞到周生矮,這名年輕女不僅不敢擊她,反而討債人 說手機殼內有200元被這名男子貪污了,真是好心沒有恐怖 現在這個社會真是多一時不如少一時 如果這個男子不去撿這部手機,就不會有這麼多麻煩 你說是不是很可怕?人家十甘不悔,卻被搞到上派出所 浪費了時間,還影響了情緒,真是不值得 以後還有誰還敢做好事呢? 維芳一個開便利店的老闆遇到了一件古怪的事 一位人高馬大的年輕人戴著口罩到他的便利店買了一包煙 買完煙之後,他拿出身份證說 我做不到18歲,你賣煙給我,所以你要賠給我一萬元 有網友敢蓋說 老年環者的問題我們還未解決,但現在就連小孩都環上了 之前只是聽過老人碰瓷,今天看看年輕人是怎樣碰瓷老人的 一位穿著白衣的年輕人,一直用自己的身體去頂撞前面的老人 老人轉身來推了他一下,年輕人就順勢倒在地上碰瓷這位老人 整個中國社會已經變成了一個畸形變態的社會 全社會的老人、年輕人互相碰瓷 這幾個人發生糾紛,男的對男的,雙方碰瓷都搭了落地 女子就繼續吵,吵的過程中又互相碰瓷,先後搭了落地 結果全部都躺在地面 網友說,遇到這種情況,如果不是全部都躺在地上 警察的處理結果就是,一個入醫院,一個入派出所 大爺大媽的犀利都不只是在鵝寨人士,平時都是霸道野蠻 在飛機上一位大爺霸了另一位乘客的靠窗位置 女乘客來了之後,要求她把位置讓出來,大爺就是不讓 女子無奈敢去找空服員,空服員告知大爺她的座位在通道的這一邊 但是大爺說,她就是要坐在這裡,還說坐在哪裡都無所謂 空服員說,這不是大巴啊先生,但是大爺就是不讓了 還要女乘客不要太執著 還有另一位大爺,錯誤車時和人發生爭執,十分野蠻 不但言語不善,還抬起腳將對方的行李箱踢淋 大媽們當然都是戰鬥力十足,年輕人當然不會是對手 如果說中國大爺大媽的質素差可能會有點片面 因為整個社會都是如此 10月1日是中共的所謂國慶日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除了鋪天蓋地的紅色 鋪天蓋地的人潮,恐怕就是鋪天蓋地的垃圾了 有人說,中國的每一個節假日都是還為工人的災難日 10月1日早上,北京天安門廣場聚集了很多人看星期儀式 散場後廣場上留下了整地垃圾 有網友嘲諷說,多好的,愛黨就要把垃圾留給黨 網傳影片顯示,當日早上6點鐘,很多民眾聚集在天安門廣場 看星期儀式 人潮散場後,廣場上遍地都是垃圾 多名環圍工人在不停地清掃 除了北京,中國也有很多其他地方舉行了11星期儀式 10月1日,四川成都天府廣場聖旗儀式後 遍地垃圾一片浪跡 一位影片拍攝者說 一個個離看星期,但星期後只剩下垃圾 真是無言以對 已是江西南昌八一廣場聖旗儀式後的場景 滿地都是垃圾 說真的,雖然我們都是出來玩的 然後大家都是很開心的 但是可不可以不要亂掉垃圾呀? 我真的服了這些亂掉垃圾的人 真是該死,整地都是垃圾 剛剛這個人還複了 行李箱也掉了 這裡的環圍阿姨要清潔都要很長的時間 對於星期儀式,也有南昌網友表示 外地人來玩八一廣場算是一個景點 而在南昌長大的人從來都不會去看 有博主周鳳說 掉垃圾都是愛國的一種 這兩天一打開朋友圈 全部都去看星期儀式 不單是愛國的人越來越多 大家的質素都越來越高 據報導 全國各地只要是可以看到升國旗的廣場垃圾桶 比去年都要減少百分之一以上 有些人就說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還是慘不忍道 但是這也表明 愛國的人越來越多 但有人反對 說愛國都不是質素低的藉口 於是我就問了一下人工智慧 掉垃圾可不可以作為一種愛的表達方式? 人工智慧想了大半天才回了我一句 你是想露點誰啊? 不過網友們對星期後的垃圾都有些不一樣的看法 幾好的就要把垃圾留給黨 垃圾地方有垃圾一點都不奇怪 年年都是這樣的 為何今年連掉垃圾都是遙遙領先啊? 學校要求每個學生都要寫星期觀後感 這就是這麼多人看星期的背後原因 然後他們說每天都有這麼多愛國民眾到天安門看星期 如果大家質素都高了 要求多黨制要求三權分立 那麼共產黨還能統治中國嗎? 其實上不單是星期儀式的時候隨意掉垃圾 每逢假期各個景區都充滿垃圾 十一場假期間 敦煌明沙山景區垃圾遍地一片浪跡 據報導 即使有兩千個保潔人完全力清理 但是仍需要四至五天才能把垃圾全部清除 這些垃圾包括膠袋、水樽、廢紙等 不僅破壞了景區的自然風景 還可能對當地的生態環境造成不可逆轉的影響 事實上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這樣的事 敦煌明沙山景區曾在2014年和2017年 分別發生過垃圾污染問題 當時的清理工作都耗費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連幼稚園的小孩子都知道不可以隨便扔垃圾 而且垃圾桶可能就在幾步遠的地方 這些成年人為何要亂掉垃圾呢? 因為在中國人眼內所有的規則 不過就是一個裝飾品而已 新疆巴音布魯克景區的舊曲十八灣 吸引眾多遊客 為了安全起見 景區有欄杆圍著 不允許遊客揽過欄杆 但翌日大媽們為了更好展示自己的攝影技術 任憑景區工作人員喊破喉嚨 都要纏過欄杆落去拍照 工作人員無奈親自落去驅趕人群 但依然沒有什麼效果 如果說起景區的各種不文明行為 套用一句網路流行語就是 說不完根本說不完 10月2日 在山西一個旅遊景點 一位男子站在大宇雕像的頭上 還叫自己的家人都爬上來拍照 大宇是中國人的祖先 為華夏民族的歷史發展作出巨大貢獻 他的功績不僅在於智利洪水 發展國家生產 令人民安居樂業 更重要的是 結束華夏原始社會部落聯盟的社會組織形態 創造了國家這個新型的社會政治形態 是幾千年來中國人都敬重的鮮艷 所謂無知者無為 無信仰的中國人果然是什麼都不怕 無論是對祖先還是佛祖 好了節目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like、share和多點留言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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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